男嘉宾小孩24岁来自黑龙江婚庆思宜 女嘉宾小迪23岁同样来自黑龙江互联网运营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这编导写的男方显女方 不思进取 拖自己的后腿 想分手 是还是不是 是 你是想分手的 所以今天你来了 是的 这个女方据说有反症 你会觉得说她是个白眼狼 对吗 对 一个说不思进取 要分手 一个说你就是个白眼狼 全是重罪呀 谁先说呀 我先说 我们两个已经恋爱四年多了 彼此也是初恋 从高三的时候 我们两个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们是补课班的同学 大学四年当中我们是异地恋 我在湖北上大学 她在四川上大学 等大学实习的时候 我们两个一起来北京共同地漂泊 我就觉得这段时间呢 她太作了 而且她不思进取 我觉得她的世界可能也就到这了 然后她又拿着 无关紧要我认为的小事 来不停地找我说 找我说 找我说 我觉得我受不了了 她感觉她现在混好了 她完全忘了她当初群困撩倒的时候 是谁陪在她身边 现在她对我挑三拣四的 谁穷困撩倒 是这样的 大一的时候她创业 大一就创业 对对对 她拿她自己的生活费 然后还有我一年的生活费 一起做了一个小买卖 她就想给家里面人争光 但是没想到赔了 赔了之后 我这一年一分钱都没有 我当时我没有想过我要分开她 我还是义无反顾地陪在她身边 然后她现在对我这个不满 那个不满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就是个白眼狼 就是个白眼狼 好 慢慢说 上大学 大一的时候就创业 是的 那你们把这钱都拿了之后 怎么吃饭呢 她就让我做兼职 打工 我觉得我们两个呢 是男女朋友 我的钱被临时认识的一个朋友 给骗了 我们两个本来想要一起开一个小旅馆的 我拿着她一年的生活费 以及我一年的生活费 加上我攒的钱 加上我借的几千块钱 一起投资这个小旅馆 结果临时认识这个朋友 拿着钱跑了 不知所踪 我觉得在我这个非常黑暗的时期 她是我的女朋友 她就应该跟我一起去承担困难 一起去面对 不是 人家跟你承担没有啊 我陪她承担了 我陪她承担了 不是就行了吗 她本来没有承担的 她本来 她是怎么回事 主持人我跟您说 她是这么回事 在网上给我找了一个兼职 在我们学校周围 她帮你找了兼职 对 让我去送外卖 我一个小女生 我当时是自食度的大热天 我一盒一盒 每盒都要送到寝室的门口 然后敲门 然后让那个室友接过去 然后五星好评 就是特别 你送没送啊 我送了一直都是我在送 多棒啊 但是我觉得那个兼职 是我给她找的 我让她找了好长好长时间 她都没有找到 然后还是我在网上 给她随便一找 就找到了这个兼职 不是 那你想说明什么呢 这姑娘不是不错吗 她就干了一个月 就不干了 她虽然说受了一点点这个罪 但是我觉得我比她兼职掉多得多 我那个时候也是每天晚上去 捡快递啊 送外卖啊 我是一直一直都在干活 不是 谁赔的钱呢 我赔的钱 谁被骗了呀 我被骗的 骗走了谁的钱呀 骗走了我的钱 还有谁的钱呀 还有她的钱 那人家凭什么跟你一起吃苦啊 其实我感觉当时跟她一起吃苦 我心里是快乐的 因为她是我第一个对象 我特别重视她 所以说有钱她买愿意吗 后来呢 后来的时候开工资了 开了一千多块钱 然后她这时候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你给我拿三百块钱 我要还朋友的账 其实当时我心里是舍不得的 因为那一段 那一个月我真的是很苦 后来她拿了钱之后 一句谢谢都没有 一句宝贝你辛苦了都没有 直接就撂电话了 我觉得她是我的女朋友 这件事情 非常的正常啊 因为她赚了一千块钱 还有七百块钱在她的手里 那么三百块钱借给我的话 我又不是不还给她 然后她知道我手里面 不是剩七百块钱吗 我这七百块钱她还横加干涉 我们寝室一共是四个人 三个人 每一个人的床头上 都有一个小巅峰扇 当时我就蹭朋友的小巅峰扇 我就在旁边坐着 我当时已经穷得 连一根冰棍一口冷水 我都不舍得喝 然后这时候不是有七百块钱 我就花了三十块钱 买了一个小巅峰扇 然后学校在门口 有那种摆地摊的 我身上当时四十度的天 我还穿着长袖 实在是太热了 我就想买两件T恤衫 五十块钱两件 然后再加上电风扇 一共加了一起 不到一百块钱 我当时特别开心 我又跟她视频 就说我这也挣钱了 我给自己打扮打扮 然后你看 你是不是看着也开心呢 她当时就破口大骂 就感觉我特别特别的乱花钱 我当时我就想 为什么她又看不得 我有一点好 她花了这一百块钱 对于她来说 这一百块钱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一百块钱可能就是我 捡了一宿快递 可能才挣九十 可能送了好几天外卖 才挣这一百块钱 不是 她花的是你的钱吗 是她赚的钱 对啊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的钱 都应该是一起的 而且我没有 不都给你了吗 你不都让别人骗了吗 我是被别人骗了 但是如果说 她这个钱花得太快的话 我肯定不会饿到她的 我肯定东拼西凑 我要把她这份钱给她补上 呦呦呦呦呦呦呦 还是这么想的 她是特别节俭 节俭到把我送医院了 我当时我就去医院了 是这样 因为我们是异地恋 当时我去看她的时候 成都到武汉 硬做一百多块钱 然后我基本上前半个月 每天就吃两个包子 喝一碗粥 我就这么攒钱 然后攒钱 我朋友就问我 你说你干嘛 每天吃这么少啊 我说 我不少啊 我这是在减肥 其实当时我心里边 其实挺苦挺色的 然后我去看她嘛 她当时带我去吃饭 带我去路边摊 我吃着吃着 我就当时感觉 自己的胃特别的不舒服 就是已经快虚脱了 就是浑身都是汗 我又跟她说 咱们去医院 你就是带我去看看呗 她说有什么可看的 不就是一个肚子疼吗 我给你买两瓶药就成了 然后她当时去 他们校医务室 买了一盒健废消食片 给我了 健废消食片 得完我腰 她立马又走了 说她还有事要忙 然后帮我放小旅馆里了 我当时感觉心灰意冷 我手手手行李 我自己一个人回成都了 然后等车停到成都 我就打车去医院 医生当时就跟我说 你怎么不早一点来呀 你这都已经肠胃炎脱水了 然后紧急打了四天的点滴 其实缺钱这件事 我当时已经跟她说了 让她跟家里面说一声 你说至少让咱们 稍微宽敞一点啊 能手头也别太紧 但是她就说 我不告诉我妈 你要让我告诉 你家长的话 那我就跟你分手 我当时我就想的 已经处了挺长时间了 我就很不舍得 我就想想算了吧 这阵过去了就行了 我被坑了这么多钱 我不敢跟家里说 我怕家里担心 我怕家里上火 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只会让家里觉得 我这个人没出息 我觉得我的生活费 我既然上大学了 我是能够挣出来的 她是我的女朋友 她就应该这样 我觉得她不上进 其实她挣了多少钱 那个时候 我并不是特别特别地要求她 但是我希望她 多让社会上去历练一下 我觉得她上了级 学校有用 不是 你是她什么人呢 我真听不下去 你就是一个男朋友 你凭什么这么要求 一姑娘呢 而且振振有词啊 大三的时候 我们生活都已经好转了 然后她这个时候 就要求我考什么 证券从业资格证 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我一个学配音的 她让我去考金融 然后当时就忙着 我的毕业作品 我就没有时间去看那书 我考了很多次 我才把那个证考下来 但是这段时间 她一直不怎么理我 我们两个关系 就已经到了冰点 我认为她大学三年的时间 都过去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学会 你学会了吗 现在就这形式 挺难的 你学会了吗 我每天都在外面跑 我去学一些 像摄像的剪辑啊 以及婚礼的主持啊 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的 这种社会的基本技能 我是学会了一些 她什么都不会 我觉得她什么都会 她就知道 就在我心里 我就不知道 她到底是我重要 还是这个正重要 如果我们两个 以后结婚了的话 那有一天我残疾的 她是不是要把我 扔到大马路的话 那是不会的 我觉得她只要努力了 我觉得就可以了 我主要要的是这个态度 并不一定她真的成功了 然后当时我爸 在老家已经给我找了 一个比较稳妥的工作了 当时她不乐意 她就是想让我去北京 跟她一起去北漂 然后 我觉得她的那个工作 她一辈子也就那样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 太稳定了 到北京去漂一漂 肯定会对我们有所成长的 是 去北京北漂 让我去当什么证券经纪人 每天干的是什么活呢 就是在银行里 站在前台说 欢迎光临 您需要开户吗 您好再见 然后转账 各种详细的事情 全都让我们做 每天我低三下四的 而且每个月 我都要回学校一趟 去弄学校的事 来回这么折腾 肯定手头又紧了 这时候我就管她 要了三百块钱 我又说我现在手头紧了 我已经回不去成都了 你看你能不能借我点 到时候还你 她当时一分钱都不给我 她有她也没给 当时她是因为把证券公司 那个工作给辞退了 我特别特别生他气 我就觉得她是 为她的没有出息 为她的这个 坚持不住 在找理由找借口 那我不可能借她钱 再说了 她那么多的好朋友 三百块钱肯定能用到 我就感觉 她的事都是天大的事 我的事都是小事 姑娘你为什么要跟她 谈恋爱呀 我所有的就是同学 她每天就是在寝室里面 打游戏 打电动 我又感觉没有出去 她至少还是一个潜力骨 也要她会对我好的 潜力骨 现在怎么了 现在这不是毕业了吗 我找到了一个互联网 运营的这个工作 然后干的还行 有一次我妈来北京看我了 然后又行见见她吗 然后结果她坐在位子上 什么东西都没说 就说了 你女儿考证是因为我考的 她现在有特别好的工作 也都是因为我 我妈当时就感觉 她特别自大 我原话是这样说的 我说阿姨呀 你看你女儿呢 考了一个正线存约资格证 你看没白考吧 上银行住点了 有银行住点经验呢 找到了现在的工作 你看 这个我多有先前证明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现在是谁要分手来着 现在是我要分手 哦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她找的这个工作 太安逸了 而且天天早九晚五 没有什么向上的空间 这不是你刚才恰恰得意的工作吗 我跟她妈妈说的是得意的工作 但我觉得她应该 至少回来背背英语啊 学学其他的东西 你在学吗 我也在学啊 我在学别的东西 您把下学挣得多呀 我虽然说不稳定 但是挣得差不多 哦 分呗 人都提出来分手 为什么不分啊 我有感觉同龄人的话 她还算是比较优秀 她假如说真的 变得稳定的话 她会对我好 她可都嫌弃你了 说你不思进取啊 觉得她懒没 对吧 对 我觉得她特别懒 都是我一直在逼着她 她才干的活 就是如果没有你的话 哪里有她的今天 对不对 兄弟 差不多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 她不光她自己懒 她还耽误我的发展 就像她妈妈这件事情 她缠着我说了多少天 多少天多少天 然后一直耽误 我后面还很忙 我没有工夫跟她吵 所以说我要分手 就是你觉得她现在 是你的拖累了呗 对 我希望她能够成为 我成功路上的辅助 但是她成为了 我成功路上的障碍 所以你要扫除 是的 行 听明白了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圈 如果今天我们不知道 你们的身份 也不分你们的年龄 我绝对认为 你们 她的话只有爹说的 而且现在很有素养的爹 也不会如此的 测裸裸的说的 小伙子我也求教一下 一个 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 去买了一把 三十多块钱的小电扇 和五十块钱两件的 廉价的短袖 你竟然说这是不节俭 请你教导我 什么叫节俭 因为我觉得 这两个短袖 当时并不是特别必要的 一个女孩子 买这样的一点东西 放到天底下 谁会认为她是不节俭 姑娘 你对面的这一个男朋友 他就像一个指挥员 拿着指挥棒 你的一切行动 一定要听指挥 一定要围着 她的指挥棒去转 如果说转的过程当中 她稍有不满意 她就要大发雷霆 而且她都以自己的 励志故事来教导你 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说你们的爱情过程当中 你还有地位吗 这完全是不对等 不平等的 甚至是歧视的 小伙子我也佩服你 这样一种勤劳的 创业的精神 但是你也确实很自以为是 而且没事找事 甚至口气被力气大 这一点我们也感受到了 所以姑娘很简单 你学过证券 在证券工作过 你懂得 及时止损的道理 爱情有时候 它也是需要及时止损的 男孩儿我觉得你今天犯了几个 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 你今天现场一而再再而三地 用一些极其夸张的理论 来为自己辩解 你说的是理直气壮 我相信私底下 在生活当中 你比这个还要一直气势一万倍 所以你今天在台上 才会这么自然地去表达 在我看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你们两个人其实 一个愿意打 一个愿意挨 一个不打了 一个还要喊着你打我吧 就是这样的感受 兄弟 第一好好多读点书 第二 多跟一些正能量的人 能给你带来正确人生指引的人 多交流 不要顾不在自封自己的 那个小圈子里 这是很危险的 这样的一个观念 在世界上不会给你太大助力 因为你生活中交不到 走心的朋友 你明白吗 女孩我不想跟你说什么了 因为我觉得你的伤痛 已经太大了 虽然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很受伤 我觉得好可悲 人家已经不爱你了 今天这个场合 应该你主动来才对 明白吗 不是人家主动来 你还在这儿还在争取 你争取干嘛呢 自尊 自信 自强 好不好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差 好不好 把头抬起来活着 没有它 没问题的 加油 好 谢谢 谢谢虞东 有一个女生 在家里跟母亲吵了架 她斥责母亲说 你不支持我的梦想 于是她离家出走 走到一家面摊上 面很香 兜里又没钱 看得滋流口水 这个时候老板对女生说 小姑娘饿了吧 没关系 我请你吃一碗面 小姑娘说 老板你是个好人 不像我妈 不支持我的梦想 老板说 你我素未相识 我只是请你吃了一碗面 你就说我是个好人 难道那养育你二十多年的妈妈 不是你最应该感激的人吗 心里没有感恩的人 越成功 就越堕落 因为他是以自私为基础 以对他人无情为代价 他今天已经说了 你是我的负累 你所做的一切 在我这儿一文不值 都是你理所当然应该做的 当然他也不可能会成功 没有感恩的人 内心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你口口声声说 他是我的女朋友 你还知道说这句话 他是你的女朋友 他是你的女朋友 就只会跟你共苦 却永远看不到同甘吗 他作为你的女朋友 你给过他快乐没有 他除了跟你一起遭受苦难 而且还要得到你所有的赤责 他得到过你一句赞扬 肯定和久违的快乐没有 有吗 没有 所以你还在这儿 谈什么成功呢 内心没有一点感恩 无情 自私 冷漠 你付出了所有的一切 他把你当人看过吗 买两件短袖 一个小风扇 当然是浪费了 你应该把长袖剪短 找不下叶子自己删吗 一个人这样欺负你 打完你的左脸 你还要生右脸让别人打 还要口口声声说 这个男人很特别 追求成功的道路上 难免会犯错误嘛 我愿意跟随他 那你跟随他好了 我告诉你 我们的生活当中 需要有梦想和追求成功的 但是 我们不希望这种成功 是以无情为代价 这样的成功我们不要 所有的成功都换不来 人良心的回归 你摸摸你的良心 被什么吃了 你 被什么吃了 先把心找回来 再谈恋爱 以后碰到这种事情 所有的女生也好 男生也好 你们碰到这种困难的时候 给大家一个常识 不管你心存愧疚还是什么 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应该告诉的人 是你的父母 你需要向他们求助 这个不丢人 这是基本的信任 孩子和长辈之间的信任 我们都是做父亲的人 我想 如果我的女儿 我相信她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就告诉我 我犯了个错 原原本本由来是什么 你就幸运吧 你在最缺钱的时候 没有被人利用 没有走上歧途 你怎么可以口口声声的 这么去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呢 这不就说让一个人追随他吗 大选你创什么业呀 书都没读 你懂旅店怎么经营吗 走捷径 你不被人骗还奇了怪了呢 接下来所谓的伪奋斗 呀我不能让我父母知道 家人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互相依赖和支撑的 结果自己在那儿做 做的什么事 干嘛呢 欺骗一个女生吗 不就干这个吗 然后还成功 怎么成功 没法成功 不说了啊 希望你们俩 把尊严都留下来 听了专家老师和主持人的诉说 我其实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曾经我认为你能够努力 能够学习 能够成功 这不光是对我的好 对你自己也好 但是我今天 认识到了 我给你的压力太大了 认识到了对你的关心 不够了 我认识到 我错了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 好了 谢谢两位的分享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关门 我们的爱情 谢谢大家